日本的拉麵風味大致以地區劃分 北海道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窄房的美增拉麵 玉川的醬油拉麵和鹹館的鹽味拉麵 本州關東地區是將中國傳入拉麵發揚光大的地方 最傳統兼有代表性的一定是東京醬油拉麵 四國以烏冬著名 其實當地的拉麵也非常有特色 像以甜醬油豬腩肉片和生雞蛋做配料的得度拉麵 當然還有香港人最喜歡的九州福江濃郁的豚骨白湯薄多拉麵 上月底在雜訪紅燈區薄野開了一座四層高的拉麵館 館裡面的拉麵店 全部都是由拉麵評論家戴琪御史 在日本全國過千間的拉麵店嚴謹地挑選出來 他說拉麵館首要的目標是滿足對拉麵要求高 出名嘴雕的北海道人 並且為行程緊密的旅客 提供一站式的拉麵享受 當中來自仙台的麵組 和作短期營業的北海道菜菜兵衛 全部都是日本最權威飲食網中 頭五位的最佳拉麵店 每一間拉麵店都各具特色 而且拉麵館更加會營業到凌晨2點 下次去閘房拉麵就一定要去啦 好像靜貼女的爲幻 我也好看 我知道 有這樣的禁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